本来还想去大柴站给翠湖 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犹豫 因为这两天真的是有点超负荷呀 盐湖这一块 它的范围非常的大 它不像青海湖 好像大概每100公里 它就有一个能够停开来休息的点 不管是住宿啊还是什么 但是这个像盐湖的这一块 每一段的路程都超长 尤其是去可可西里 盐湖主要是三个大湖嘛 叉尔汗盐湖 大柴大人翡翠湖 还有芒牙翠翠湖 这三个湖离的都非常的远 就如果要是你想 一天打卡一个都有点悬 就我说的是像我这种自己开车的哈 你如果要是能轮着开的 那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 我主要是想去可可西里 所以我选择了高尔牧师 高尔牧师相对来说我们有一点远 如果要是你不选择可可西里的话 你就可以住在德令哈 德令哈离大柴大或者是 查尔汗就太好 但是我尤其是你看 它基本上就是这种路 你是没有办法靠在路边休息的 知道吧 它不像青海湖上会 沿路会有让你休息的地方 所以我就只能一直开 一直开 一直开一直开 我就这么孤独的开了200多公里 还有最后的60公里到冷湖镇 像沪西原地那种无人区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 我现在天天跑的都像是无人区一样 第一没有信号 第二没有人没有车 你看 这不就是无人区吗 我的建议是 如果要是你带孩子或者老人的话 你就不要走可可西里的这一根象 因为毕竟海拔会比较高 一直能上升到4000多 而且能看到小动物的几率并不是很大 并且那一条路 极易车大车非常多 所以可以住在德令哈 这样子的圈会稍微小一点 就这个长毛的 多么的贵族 慢慢悠悠地走 这羊长得跟小马似的 请沿215国道 继续行驶137公里 这羊的毛都没了 跟骆驼似的 就那个羊嘴漂亮 刚才车跳出来一行字 居厦司保养还剩500公里 我5月3号刚在河北坐着保养 现在6月中旭 一个半月干了我5000公里 路逼 终于到下路上 看看 就像这一点点油了 哇 这个就是冷湖镇 感觉它就是这么一丁点大 好像就这么一条街 这边是饭店 这边是酒店 没了 在冷湖镇歇一天 冷湖镇很小 酒店全都是民宿 找了一个去年新开的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看我买了半个西瓜 在路上想吃西瓜 很久了 不敢吃呀 因为这一块上厕所 还是比较麻烦的 很多都是汉厕 今天 好 今天哪都不去了 今天要好好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